重结今生善果,为现世造福,为来生结缘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佛语,我是厚普。 喜欢,请您关注我们,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佛语最新的节目。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农历三月初三,真武天尊圣诞,鼠蛇、猪、虎、羊、鼠、狗。 四月必出世,好运不请自来,积得积福,万事顺心如意,错过再等六十年。 四月的六大生肖将昂首挺胸,看看其中是否有你的身影。 农历三月初三,真武天尊的圣诞与开运之日,人们纷纷向他祈福,期望消灾解恶,财运亨通,事业有成。 愿在2024年的每一天,都能顺风顺水,生活红火。 对于渴望事业有成,财源滚滚的商人和企业家来说, 更应虔诚祭拜真武天尊,以求事业一帆风顺。 特别是鼠舌、猪、虎、羊、鼠、狗的朋友们,你们可曾想过,四月将迎来六十年难遇的巨变。 诸多喜事将不期而至,为你们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。 你们是否好奇,这些生肖的运势将如何具体转变,又将如何把握机遇,积累福报,让一切如愿以偿。 那么,就请随我一同探寻吧。 鼠舌人 首先,我们聚焦鼠舌的朋友们,是不是你们感觉自己的运势平平, 甚至受到小人的困扰,导致事业和感情有些波折。 如果真是这样,那么,我要为你们揭晓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。 四月的你们,运势将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,即将踏上人生巅峰,尽享富贵荣华。 这一切的转变,得益于真武天尊的鼎力相助。 真武天尊将在四月为你们五行属火的属相内音相生,构建出一个极为有利的局面。 届时,你们的运势将如日中天,财运飙升,事业风生水起,人缘爆棚,桃花运更是旺盛至极。 这是一个十年难遇的大运,只要你们能牢牢抓住这个黄金机会, 人生将翻开崭新的篇章,成为众人羡慕的对象,拥有梦寐以求的一切。 当然,好运并非一帆风顺。 你们仍需警惕身边的小人,他们可能会暗中作祟,对你们的事业和感情造成不良影响。 因此,务必保持谨慎,不轻信他人,不轻易泄露心事,低调行事方能保持好运。 此外,健康也不容忽视。 四月,你们可能会受到飞帘和火星这两颗凶星的影响,导致身体出现一些小样,如关节疼痛,胃口不佳,精神不振等。 因此,务必注意休息,多喝水,多吃蔬果,保持运动,确保身心健康,方能尽情享受好运。 总之,鼠蛇的朋友们,四月的运势非常值得期待。 只要你们能抓住机遇,积极进取,勇敢面对困难,远离是非,那么,一个幸福美满的四月将属于你们。 愿好运常伴你们左右。 鼠猪人 接下来,我们聚焦鼠猪的朋友们。 你们是否觉得自己的运势一直平稳如水,既无大起大落? 也先有惊喜,甚至偶尔还被一些琐碎之事所困扰。 如果你们有这般感受,那么我要向你们揭晓一个喜讯。 四月的你们,运势将迎来令人惊叹的提升。 届时,意想不到的好事将接连而至,为你们的生活增添无尽的乐趣与幸福。 这一切的转变,得益于真武天尊和天台吉星的庇佑。 两者强大的力量,将在四月为你们五行属水的属相内因相生,缔造出一个极为有利的局面。 届时,你们的运势将飙升,财运滚滚而来,事业有成,人缘火爆,桃花运更是旺盛至极。 这是一个五十年难遇的大运,只要你们能把握住这次机会,人生将变得更加精彩分成,你们将收获梦寐以求的一切。 然而,好运并非毫无风险。 你们需格外关注自己的健康,因为四月,你们可能会遭遇碎魄和沉浮这两颗凶星的侵扰,它们可能导致头痛头晕,胃肠不适,情绪波动等问题。 因此,务必注意休息,多喝水,多吃蔬果,保持运动,确保身心健康,方能尽情享受好运。 此外,你们在四月还需谨言慎行,因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人或是非,他们可能会对你们的事业和感情造成困扰,所以务必保持警惕,不轻信他人,也不轻易发表意见,保持中立才能避免麻烦。 总之,蜀猪的朋友们,你们在四月的运势值得期待。 只要你们能把握机会,积极进取,勇敢面对困难,远离是非,那么一个快乐美好的四月将属于你们。 愿好运常伴你们左右。 蜀虎人 接下来,我们来聚焦蜀虎的朋友们。 你们是否觉得自己的运势向来不俗,充满机会与挑战,生活既刺激又充满激情。 然而,伴随这些的还有一些压力和竞争,使得生活时而紧张不安。 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感受,那么,我要向你们宣布一个喜讯。 四月的你们,运势将攀升至全新高度,迎来一生难遇的好运,生活将充满荣耀与幸福。 这一切的转变,得益于真武天尊强力协助,将在四月为你们五行鼠目的鼠项内音相生,缔造出一个极为有利的局面。 届时,你们的运势将好到令人羡慕,财运飙升,事业风生水起,人缘爆棚,桃花运更是旺盛至极。 这是一个十年难遇的大运,只要你们能牢牢把握这次机会,人生将翻开崭新的篇章,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,拥有梦寐以求的一切。 然而,好运并非一帆风顺,你们仍需警惕身边的小人,他们可能会暗中作祟,对你们的事业和感情造成不良影响。 因此,务必保持谨慎,不轻信他人,不轻易泄露心事,低调形势方能保持好运。 此外,健康同样不容忽视。 四月,你们可能会受到飞帘和火星这两颗凶星的影响,导致身体出现一些小样,如关节疼痛,胃口不佳,精神不振等。 因此,务必注意休息,多喝水,多吃蔬果,保持运动,确保身心健康,方能尽情享受好运。 总之,属虎的朋友们,四月的运势值得期待。 只要你们能抓住机遇,积极进取,勇敢面对困难,远离是非,那么,一个幸福美满的四月将属于你们。 愿好运常伴你们左右。 属羊人 现在,让我们聚焦于属羊的朋友们,你们是否觉得自己的运势始终不尽如人意,充满坎坷与挫折,生活仿佛被苦涩和无奈所笼罩。 甚至有时,小人作祖,是非不断,让你们的内心充满烦恼与压力。 若你们有着这样的感受,那么我要为你们带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。 在四月,你们的运势将迎来奇迹般的转变。 届时,喜事将不请自来,为你们的生活带来无尽的欢乐与幸福。 这一切的转变,得益于天喜和真武天尊这两者强大的庇佑。 他们将在四月为你们五行属土的属相内阴相生,缔造出一个极为有利的局面。 届时,你们的运势将如枯木逢春,财运滚滚而来,事业有成,人缘火爆,桃花运更是旺盛至极。 这是一个六十年难遇的大运,只要你们能把握住这次机会,人生将变得更加美好。 你们将收获梦寐以求的一切。 然而,好运并非毫无风险。 你们需格外关注自己的健康。 因为四月,你们可能会遭遇盘根这颗凶星的侵扰,它可能导致关节疼痛,心火上升,情绪易怒等问题。 因此,务必注意休息,多喝水,多吃蔬果,保持运动,确保身心健康,方能尽情享受好运。 此外,你们在四月还需谨言慎行,因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人或是非。 他们可能会对你们的事业和感情造成困扰,所以务必保持警惕,不轻信他人,也不轻易发表意见,保持中立才能避免麻烦。 总之,属羊的朋友们,你们在四月的运势值得期待。 只要你们能把握机会,积极进取,勇敢面对困难,远离是非,那么一个快乐美好的四月将属于你们。 愿好运常伴你们左右。 属鼠人 属鼠的朋友们,你们是否觉得自己的运势平淡无奇,缺乏起色,甚至被小人的干扰所困扰,导致事业和感情受到波及。 如果你们正有这样的感受,那么请听我说,四月将为你们带来一个巨大的转变。 你们将踏上人生的巅峰,享受那富贵荣华的生活。 为何如此断言? 因为在四月,你们将得到真武天尊的强力协助,这将给你们强大的集运。 它将与你们五行鼠木的鼠像完美融合,形成一个极为有利的局面。 届时,你们的运势将如日中天,财运将暴涨,事业顺遂,人缘旺盛,桃花运更是满天飞。 这是一个十年难遇的大运,只要你们能把握住这个机会,人生将翻开崭新的篇章,成为众人羡慕的对象,拥有你们一直渴望的一切。 然而,好运并非一帆风顺,你们仍需警惕身边的小人,他们可能会暗中作祟,对你们的事业和感情造成不良影响。 因此,务必保持谨慎,不要轻易相信他人的言辞,也不要轻易泄露自己的心事,保持低调,才能保持好运。 此外,健康同样不容忽视。 四月,你们可能会遭遇非联和火星这两颗凶星的侵扰,导致身体出现一些小问题,如关节疼痛,胃口不佳,精神不振等。 因此,务必注意休息,多喝水,多吃蔬果,保持运动,确保身心健康,才能尽情享受好运。 总之,数数的朋友们,四月的运势对你们而言是极好的。 只要你们能把握机会,积极进取,勇敢面对困难,远离是非,那么一个幸福美满的四月将属于你们。 愿好运常伴你们左右。 属狗人 属狗的朋友们,你们是否觉得自己的运势如波兰不惊的湖面,既无大风大浪,也鲜有惊喜的连衣,甚至偶尔还被一些琐碎知识所牵绊。 如果你们有这般感受,那么请听我说,四月的你们将迎来运势的惊人提升。 届时,意想不到的好事将接连而至,为你们的生活增添无尽的乐趣与幸福。 这一切的转变,得益于真武天尊的庇佑。 它将为你们创造一个极为有利的局面,使你们的运势扶摇直上,财运滚滚而来,事业有成,人缘火爆,桃花运更是旺盛至极。 这是一个六十年难遇的大运,只要你们能把握住这次机会,人生将变得更加精彩分成,你们将收获梦寐以求的一切。 然而,好运并非毫无风险。 你们需格外关注自己的健康,因为四月,你们可能会遭遇碎破和沉浮这两颗凶星的侵扰。 它们可能导致头痛头晕,胃肠不适,情绪波动等问题。 因此,务必注意休息,多喝水,多吃蔬果,保持运动,确保身心健康,方能尽情享受好运。 此外,你们在四月还需谨言慎行,因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人或是非。 它们可能会对你们的事业和感情造成困扰,所以务必保持警惕,不轻信他人,也不轻易发表意见,保持中立才能避免麻烦。 总之,属狗的朋友们,你们在四月的运势值得期待。 只要你们能把握机会,积极进取,勇敢面对困难,远离是非,那么一个快乐美好的四月将属于你们。 愿好运长伴你们左右。 2024年下半年,三大生肖即将迎来大喜天降,天财天福,你们是否已经翘首以待,期待好运地降临。 我要为你们揭晓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,下半年,三大幸运生肖将喜事连连,财富与福气双双到来。 没错,就是天财天福,而且是大喜从天而降。 现在,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这三位幸运儿吧。 首先是聪明伶俐,机智灵活的生肖猴,他们总是能够抓住机遇,化险为夷。 接下来是勤劳踏实,稳重可靠的生肖牛,他们的努力终将换来丰厚的回报。 最后是热情洋溢,奔放不羁的生肖马。 他们总是充满活力和激情,好运自然也会眷顾他们。 这些生肖的朋友们,是否已经感受到了好运的气息? 接下来,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将会迎来哪些具体的喜事吧。 无论是事业上的突破,还是感情上的甜蜜,都将为他们带来无尽的喜悦和幸福。 让我们一起为他们欢呼,期待他们的好运降临。 生肖猴 生肖猴的朋友们,听好了。 2024年下半年,对你们来说,真可谓是喜事连连,好运如潮。 在职场上,你们将备受上司青睐,同事之间也将默契十足,有望获得令人瞩目的晋升机会,或是单纲关键项目的负责人。 这不仅意味着职位的乐生,更伴随着薪资的飙升,让你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。 而在个人生活中,单身的你们或将邂逅心动之人,开始一段浪漫之旅,已有伴侣的则可能迎来婚姻的甜蜜,或是家中喜天心丁,可谓是福星高照,喜事成双。 生肖牛 接下来,让我们聚焦于勤勉踏实的生肖牛。 对于他们而言,2024年下半年注定是收获满满的季节。 在工作中,他们的辛勤付出和不懈努力将得到应有的回报。 或许会有大客户的青睐降临,或是成功签下关键合同,业绩一路飙升。 这样的卓越成就,不仅将为他们带来丰厚的奖金,更有可能获得公司的股票或分红,真可谓是财运亨通,福泽深厚。 而在家庭生活中,生肖牛的朋友们同样能感受到温暖与和谐。 或许家庭中的矛盾将得到妥善解决,或是家人之间的感情愈发深厚,共同缔造出更加美满幸福的生活。 生肖马 最后,我们聚焦于充满活力与激情的生肖马。 对于马儿们而言,2024年下半年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。 他们可能会有机会踏上旅途,探索未知的风景,或是参与一些充满乐趣的活动,从而结识新的朋友,拓展社交圈子。 在这些新环境中,他们可能会邂逅志同道合的伙伴,甚至是潜在的商业合作伙伴。 在职场上,他们的创意与热情将得到广泛认可,可能会迎来新的项目或创业机会,为他们的财富和福祉增添新的动力。 而在感情方面,单身的马儿们或许将邂逅心仪之人,而有伴侣的他们则可能共同规划未来,携手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。 总而言之,2024年下半年,对于生肖猴、生肖牛和生肖马的朋友们而言,将迎来一个喜事连连,好运不断的时期。 无论是在职场上的卓越成就,还是在个人生活中的甜蜜幸福,都将如天降大喜般降临,为他们的生活增添无尽的财富与福气。 因此,各位朋友们,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吧。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,感谢您的观看与陪伴。 别忘了点赞加订阅,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,期待与您下期再见。